大家好,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缺4号美国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举行独立日游行中开枪射击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已经有5人死亡,16人重伤住院 现在美国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非常恐怖 我后面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视频,大家点击标题可以看到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我还是提醒大家谨慎观看,画面里这个孩子拿着冰激凌飞奔 其实美国这个枪案,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在美国,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都生活过 实际上你说其他国家也都持枪,但没有像美国这样,美国这么自由,美国真的是非常自由 但同样,你自由是有代价的 你看着这个画面里,这个孩子拿着冰激凌飞奔而去 你很难想象这么点小孩面对生死的考验 晚跑一步可能就被当街枪杀了 所以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说有时候你看自由民主这一套东西 我说还是给人类多一种选择 有一些人可能他就喜欢自由 他就喜欢让人拿着枪追着跑 那你去美国,你看看一些游行 拿着冰激凌,边吃冰激凌边跑,后面拿枪追着你 挺过瘾的,牛仔 很多中国人喜欢这一套 但是你得承认,有一些人他们就讨厌这一套 我就不愿意这套 我就希望我孩子该吃冰激凌,后面没人拿枪追着跑 对不对,你得承认 所以你看,就得有什么不同的制度 有一些国家像美国那样自由,可以 有一些国家不像美国那样自由,也可以 你这样的话,人就有了选择 有一些人就喜欢在这生活,那你就去生活 有一些人想在别的地方生活 更安全的地方生活,那你就去更安全的地方生活 这是不是一种自由 我希望大家看后面的视频自己好好想一想 美国人扣声说的自由,什么是真正自由 有了选择才有自由 我也不说这个持枪好还是不好 有些人就认为好,有些人认为不好 但是我的观点应该所有人都能同意 就是这种多样性保证什么 保证世界的给全世界人民一个选择的权利 保证世界的一个安全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你不能用一种制度,你代替全部 你碰到问题的话解决不了 我今天就想说这些 美国这个枪击案呢 我觉得只有在美国的这些美国人才能真正了解 被枪杀以后这些人,他才能真正理解 这把枪对他的含义 不想多说 这是美国国庆节 自由美利坚 枪战每一天 也是美国的旗 不是美国的几千 Buckrow